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有一位群友呢 他就说他要早睡早起 那我问他的一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答我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成 结果果然是不成功 他想要早睡早起 我就问他 那你为什么要早睡早起 他说什么 他说没有 我只是想要培养这样的习惯 那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的意愿来自于他的动机 他动机如果不够强 动力就不够大 那这件事情就很难推进了 因为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因为不清楚目标 所以没有力量 动力 士气 继续往前走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激励叫什么 Motivation 英文字叫做Motivation 叫做激励 有激情 Motivation来自两个字 一个叫做Motive跟Action Motive就是动机 Action叫做行动 有动机才会有行动的 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才会去做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要培养一种习惯的话 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个意愿是什么 所以明确意愿 这是第一点 我们谈过了 第二点要跟你谈的就是 建立信心 当我要培养一种习惯 比如说早睡早起的时候 有没有信心完成呢 就好像那个群友 他去做的时候 他有没有信心呢 我可以预测 他的信心不大 他的信心是属于不确定性的 所以他要试试看 如果有信心的话 他早都已经做到了 他何必要变成一种实验来进展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我们的信心来自过去的成功记录 现在的我们之所以对一件事情有信心 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成功记录呢 如果有成功记录 就不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早睡早起 所以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成功记录呢 可能不见得有 太多的人的人生生活 都是有很多失败的记录 因为做不到 所以记得比较久 被人家重视到 被自己也关注到 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我们比较容易集中在比较负面的东西嘛 那如果没有成功记录 你可以不可以怎么办呢 建立成功记录呢 可以的 怎么建立呢 在我曾经有一个视频有提过嘛 就是很简单 你用30秒内你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建立一个成功记录了 怎么说呢 比如说 哎呀 其实不到30秒啦 10秒而已 早上起来双脚一塌地 一塌地之后 就告诉自己一句话 今天将是我美好的一天 今天将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今天将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会不会很难讲 不会 不到10秒你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 就在月曆上面打一个勾 然后连续做30天 30天以后是不是有了成功记录啊 对啦 就有了成功记录嘛 那要这个成功记录来做什么 他又不是早睡早起 他只是每天讲一句话 哎 这个很重要 这是记录耶 记录以后就让我们有一种成功的感觉 哎 我做到30天虽然是简单 但是我做到了耶 然后呢 做到以后 再做其他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记录做一些感觉平移 早睡早起是我要的习惯 我有这些成功记录以后 然后我就把这种感觉 成功的感觉平移到早睡早起 那我在当我在进行早睡早起的习惯的时候 我是不是更加有自信啊 哎 哎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是这个部分我们要间接的来 有的时候不能够直接去碰那个 我们想要改变的一种习惯啊 间接先建立一些基础嘛 好 如何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我们谈了两点 第一明确意愿 第二建立信心 第三要跟你谈的就是 微步推进 微步 微小的步伐 往前推进 这样子 如果我要建立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我先从哪里来 从早起开始 怎么做呢 每天早起一分钟可以吗 不要说一下子三十分钟太大了 那就一分钟嘛 微小步伐 微步推进 明天一分钟 后天再早起一分钟 大后天再早起一分钟 隔天又再早起一分钟 连续三十天 然后记录起来 如果有了这个成功记录 啊 又有记录了 然后未来的三十天呢 每天都维持在三十天 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嘛 因为三十天以后你就早起了三十分钟 然后就维持再三十天 你看 这样子 是不是六十天了 六十天过后 这个习惯 会不会可能性比较大会养成啊 我觉得是蛮大的机会 是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习惯 不是说要就要 而是给自己一段时间 三十天六十天九十天 或者是半年都无所谓 想一想 你想要早睡早起的习惯 已经想了多久 可能几年了 哈哈 倒不如用这半年的时间 来实验看看 不只是早睡早起 任何习惯 你想改变的 可能都想的蛮久了 是还是不是 是啊 那就试试看吧 三十天六十天九十天 或者是半年 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培养早睡早起的习惯 其实不限于早睡早起 任何习惯也是一模一样 三个重点重提一下 第一明确意愿 第二建立信心 第三点就是维部推进 以上三点不知是否对你有参考作用呢 你又是如何改变你的习惯了呢 如果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欢迎在下方 与我分享 希望听到你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有勇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